丞相为何不用我呀 子龙啊 你已年过半了 先帝的五虎上将 如今只剩你一个人 我不愿让你再驰骋战场了 自我随先帝以来 大小战士 无不当先 若今天丞相 不令我做这个先锋 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子龙听令 封你为先锋大将 赢精兵两万 副将十元 领命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 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开始了 刚出门就遇到个三岔路口 一边是斜谷 一边是骑山 诸葛亮知道曹魏肯定会有防备 于是玩了一手声东击西 先用一兵走斜谷道 把敌军引过去 主力则悄悄出骑山 道拢右扎营 一文脚跟后 在择日攻取长安 遵命 丞相为何不走第三条道 出汉中并无第三条道啊 独上没有 独外确实有啊 在这儿 城下 你若给我五千精兵 让我率军穿越秦令 仅此五谷执笔长安 十日之内 我们便可见供 魏延的思路虽然听起来很神奇 但诸葛亮没同意 原言也很简单 那么崎岖的山路 十天怎么可能到呢 就算能到 粮食怎么运 就算能运 再刮个风下个雨的 别说保持极形军了 能不能活着出来都难说 哪怕这些人 全都骨骼青旗 走山路如履平地 这期间也都风和日历 一天不下雨 粮食也都能自卫 那出来以后 一旦开打 曹魏的所有兵马 都会立刻回援 而魏延这组疲惫的小队 能在短时间内 攻破一座奸城吗 就算诸葛亮及时赶到 也不过是提前开启大决战 而论整体实力 蜀汉根本就拼不过曹魏 这对蜀汉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诸葛亮北伐的目标 并不是为了灭魏 而是要拿下雍良二周 弥补失去荆州的烈士 采取蚕食策略 为将来的决战做准备 而子无骨齐谋 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风险大又没收益 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可魏延却觉得 诸葛亮过于谨慎 措施良机 殊不知诸葛亮 正是靠着稳扎稳打 从不报侥幸心理 才百战百胜 可就在诸葛亮 准备攻打雍良的时候 却发现曹瑞 竟然派司马懿 前来镇守 难道计划泄露了 可侦察兵已经仔细看过 雍良只来了个司马懿 兵力却一点也没增 看来是司马懿被排挤了 才被贬到了边境 但即便真是这样 诸葛亮也不敢掉以轻心 司马懿极善有兵 有他在 有如十万大军 那一丞相之间 杀了他 刺客 杀人何须用刺客 有时流言也能杀人 而且是杀人不见血